安徽省宣城市县乡三级设立37家军人驿站 11月16日 休假返乡的海军某部士官刘军 来到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寒庭镇探望亲人 当他坐在车上欣赏出东美景时 某酒店外醒目的军人驿站雕食映入眼帘 他下车一探究竟 没想到五分钟后急停证件成功入驻 今年10月 酒店挂牌军人驿站 除现役军人外 参战退役军人每年也可免费入住两天 退役军人享受五折优惠 该酒店负责人胡国华介绍 目前 宣城市县乡军人驿站已开设37家 寒庭镇这家军人驿站开在镇主干道旁 其他乡镇多设在景区或高速路口 方便军人探亲和旅游度假 2017年 该市京德县大力推进旅游活线 临选三家星级酒店挂牌设立军人驿站 为现役军人提供免费住宿和优质服务 获得良好反响 走进军人驿站 国防元素随处可见 有绿军备 迷彩报枕 国防宣传海报等 某宾馆前厅部经理唐庆芳向记者介绍 他们还加入了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牵头建立的现役军人驿站微信群 群里有驻军部队 是双拥办 是文旅局工作人员 采用群办公方式 遇到问题随时沟通及时解决 这些雍军港湾 不仅温暖了军人及家属 也温暖了这座城市 该是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夏元栗介绍 军人驿站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雍军品牌 两年多来 军人驿站先后为数千名现役军人及家属提供服务 这座城市的雍军事务局长夏元栗介绍 这座城市的雍军事务局长夏元栗介绍